旅行车作为居所愈来愈受欢迎的原因。 最近旅行车Campran越来愈受欢迎, 尤其是在美国和加拿大这些地方。 这种生活方式不单只吸引了很多年轻人, 还有不少女性都选择这样生活。 以下是几个主要原因。 房屋价格高涨,买房或租屋的成本越来越高。 不少人为了折省金钱, 选择在旅行车上生活, 从而减少房租或房贷的负担。 失业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。 失业率上升, 有些人无办法负担传统的住房费用, 所以选择了更具灵活性的旅行车生活。 与家人难相处, 有些人因为家庭关系紧张, 觉得和家人一起住不自在, 选择搬出来自己生活。 而旅行车就成为了一个好选择。 根据YouTube上的影片, 我们可以见到不少女性都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, 他们分享自己怎样将旅行车改装成一个舒适的居所。 以下是旅行车内的基本设施。 睡眠区。 大部分旅行车都会有一个专门用来睡觉的区域, 通常是一张床或者蚀床。 他们会用桂桶或者其他储物空间储存个人物品。 食欧。 旅行车内会有一个小小的厨房, 通常会有煮食炉、冰箱和水槽。 有些还会有微波炉或者烤箱, 方便做简单的餐饮。 活动区。 这个区域通常包括一张小小的桌子和几张椅子, 方便用来吃饭、工作或者休息。 电力提供,旅行车会装有速电池, 用来供应车内的电力需求。 例如照明、充电和其他电器。 很多旅行车还会装上太阳能板, 利用太阳能力帮电池充电, 令电力更持续和环保。 其他设施,有些旅行车还会有浴室和厕所。 虽然空间有限, 但基本的卫生需求都可以满足。 有些会加装暖气和冷气设备, 确保在不同的气候下都可以住得舒适。 总括来说,旅行车生活因为其经济。 灵活和自由的特点吸引了越来越多人选择。 无论是单身人士还是家庭, 都可以在这种生活方式中找到自己的乐趣和平衡。 旅行车作为长期居所的优点及缺点。 旅行车cumberland作为长期居所有不少优点和缺点。 这里简单讲下,优点经济实惠,低成本。 无论买定租旅行车, 成本通常都会比买楼或租屋低很多。 您可以折省不少房租和水电费。 折省日常开支,旅行车生活通常会比较减薄。 生活开支也会相应减少, 例如少些外出吃饭。 水电器费用也会较低。 灵活性高,自由移动,可以随时移动到不同的地方。 不受固定地点限制,想去哪就去哪,探索新地方。 工作旅游两不五,越来越多人可以远程工作。 旅行车生活可以令你一边工作一边旅游,增加生活的乐趣。 简单生活,减少物。 空间有限,你会学会怎样过简单生活。 只保留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物品。 環保,使用太阳能板和智能设备。 减少对环境的影响。 亲近自然,接触大自然,可以随时停泊在美景地方。 享受自然风光,提升生活质素。 户外活动,方便进行各种户外活动。 例如行山,露营,钓鱼等缺点。 空间有限,合小空间。 旅行车空间小小,长时间生活会感觉有些压迫。 特别是对于习惯大屋的人。 储物困难,储物空间有限。 只能攜带最基本的物品,有时候会感到不便。 基础设施不足。缺乏设施,虽然有基本设施,但不及固定住宅齐全。 例如洗衣机,较大的锤房和浴室。 用水用电受限,水和电需要小心管理。 同时可能需要定期去充电或加水。 生活不便,天气影响。天气恶劣时。 例如极端高弯或低温,会令生活变得不方便。 维修保养,旅行车需要定期维修和保养。 否则可能会出现故障,影响生活质素。 社交隔离,社交生活受限。 长期在旅行车生活可能会令社交圈子变责。 特别是对于习惯定期见朋友和家人的人。 孤独地,单独一个人生活在旅行车上,容易感到孤独,尤其是长时间没有稳定社交的情况下。 总括来说,旅行车生活有其独特的吸引力。 但亦有不少挑战。 选择这种生活方式,需要考虑自己的需求和生活习惯, 确保可以适应这种相对较简单和流动性高的生活。 好了,这条片到此为止,下星期再见。 感谢你观看此影片,如喜欢此影片,请免费订阅,点赞,留言及传阅。 感谢你观看。